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上周有老粉想看铁线诀 第二天我就下定了 那么今天已经到了,我们安排 这次买了两盆,是在网上买的 我去不会吧,这苗情 这感觉今天要翻车呀 看看另外一盆 我去,这真的是,下边根都废了 我们先来拯救一下 下边这些腐根都不要了 看看上面怎么样,把土都脱掉 我去,真的是 我还是建议大家买植物的时候 网购一定要注意 多看一看 不然的话,像这种描情就很麻烦了 我们先给它分一下 因为我看到里面还有很多的这种干枝 这个必须要除掉 不过整体我看了 还是可以拯救 就是有点麻烦 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们就耐心一点 然后把里面干枝的部分先给它去除掉 只保留 只保留 比较健康的部分 这样的话,一会儿我们种的时候 用土我也得注意一点 这盆也是,里面有非常多的干枝 也给它修一下 鱼子对铁线爵没有心 拔回来的时候它就一直在吻 但是它不吃 大家看十一这个家伙 一直坐在我前面 看着我干货 像个小监工似的 OK 这样就处理完了 剩了这么多 我们用这些来安排五种 首先是一个常规一点的自吸水 先大概比一下造型 还有蜘蛛的这个位置 再补上一株 好,这次我们就不用泥碳了 全部用吃鱼土 因为这个根不太好 吃鱼土是颗粒状的 然后透气性非常好 这样的话会有利于它快速的生根 好,我们用手固定住植物的位置 然后用吃鱼土把它填满 这种自吸的花盆 我们种好以后一定要拉一拉这个棉线 这个棉线不动呢 就好了 如果动的话 那就证明没中好 我再拿这一小区 用它来安排一个马卡龙的小迷你 这个位置给它靠在后方去住 前面稍微留一点地方 直接填吃鱼土就可以了 加水 这根不太好 稍微修剪一下 第三盆呢,我们再找一株出来 然后安排小黑瓶 然后安排小黑瓶 还是这株比较合适 好,先比一下位置 这个要加一点底土 然后把它固定在中间的位置 一个手提着 另外一个手放吃鱼土 这里放的时候 用手稍微的提一提 把它的根 跟土更好的结合 好,加水 这里还有一个小株 正好邻居的孩子上幼儿园 老师让带一盆花 那么我们就给它做一盆 比较可爱的 用猫咪 这个参照小黑瓶的种法 也是用手固定着 然后填吃鱼土 好了,加水 老粉是要看微景观的 让我们把剩下的来做微景观 剩的还挺多的 我想想用什么做 先把桌面整理一下 先把桌面整理一下 来,请大家吃糖 先把这个标签给它撕下来 这个大标签也撕下来 先把标签给它撕下来 先把它改一下 先把标签比一下位置 因为这个比较深 所以好,要加水 那卡是一碗清湿的 垫的高一点也没问题 然后水苔还是老步骤 灰层就可以了 然后赤鱼土 这里呢我突然想到因为这个杯子比较深 我们可以用赤鱼土和路爪土交替来种 那样看着显着不那么单调 第二层就用露爪土 他们其实这样弄土的机制是差不多的 但是浴水以后颜色是会有差别 这样看起来会有一点层次感 这里比一下位置高度差不多的时候就上植物 然后接下来这一层还是用赤鱼土 可以了高的继续填赤鱼土 爱记上一本游戏 我会找寻她的蜜语看 月牙晚霞的泪光 在四路之上被遗忘 是谁的信仰 有大的留下 这还好吗 我多想 接下来还是附组 在四路之上 在四路之上是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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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我开始做浮面的部分 找一块石头放在右边 再找一块放在中间 接下来就是铺抬险了 随便铺 喜欢铺在哪就铺在哪 爱情像一本游戏 我会找寻她的蜜语看 月牙晚霞的泪光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看土色 这两种桶如果干的都是会变色的 非常的明显 那么另外就是自吸水 看下面只要有水就不用管 没水了给点水就行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个三连哦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